Hello 大家好 又是G-Man省錢高留的時間 今天介紹什麼給大家呢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鴨蝕 醉鴨蝕、露水鴨蝕我全部都很喜歡 但是因為鴨蝕在外面吃很貴 所以我經常都不捨得吃 但是現在自己煮超方便、快捷 而且便宜很多 首先我們先介紹一下材料 材料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四樣材料 鴨蝕 這個是新鮮在街市買的 1磅 這裏是90元1磅 然後蔥6條 薑幾片 還有最後杞子 便脆量了 買回來的鴨蝕便洗一洗 蔥洗一洗去 然後切條 薑切片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那除了剛才那四樣材料之外 我們就有這些材料去飛水和浸鴨蝕 有雞湯 雞湯 花椒酒 魚露 魚露 還有最重要的是水 當然要最重要的是水 那我們現在去煮吧 Let's go 首先我們先去飛水 飛水就放了鴨蝕 然後就 1L的水 水還沒滾就放了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是飛水 然後一半的蔥和一半的薑 再放進去 開火 然後蓋上蓋子 讓它水滾 水滾我們就再放花雕酒 好 現在差不多水開始滾了 那我們就可以放4湯匙的花雕酒 再放進去 然後放了花雕酒之後 就讓它在這裡滾 滾3分鐘 你們在途中就撇起這些 這麼醜的東西 3分鐘完了我們就關火了 接著就去洗了 我們就拿走薑和蔥 接著就洗洗鴨蝕 好 我們洗完鴨蝕之後 就可以開始煮了 首先就放500ml的雞湯 然後再加250ml的水 然後加上剛才另外一半的薑和蔥 然後開火 等到水滾我們就再加一些鴨蝦 好 水滾了 水滾我們就轉中火 轉中火就可以加鴨蝦了 然後就煮30分鐘 然後就煮30分鐘 現在30分鐘夠時間了 我們關火 現在30分鐘夠時間了 我們關火 好 我現在拿走薑和蔥 接著就放在這裡 它要先冷凍後 我們先再浸 一定要冷凍後 先冷凍後 好 面對時間 我們就要洗一下杞子 用滾水沖一下杞子 然後用鴨蝦 然後用鴨蝦 需要什麼呢 就是剛才那些杞子 不過說一下要的份量是多少 這個醉雞汁要用一瓶 大約400ml 花雕酒100ml 還有魚露2湯匙 還有剛才沖洗了的杞子 一會兒鴨蝦冷凍後 我們就可以浸所有杞子 倒入剛才那些杞子 就可以了 然後就倒入花雕酒 再倒入魚露 再放一些杞子 浸一晚 明天就可以吃了 所以約100元 我們就可以吃到 兩三餐的鴨蝦 外面如果買這麼大一盒 起碼要200多300多元 所以現在我們100元就搞定了 你說多划算? 好想吃 Hello 這個是細芝麻 我不知道做什麼的 然後 這裡有些東西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 這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好想吃 今天我們來吃 我們來吃 吃個餐廳 再吃個餐廳 吃個餐廳